奔跑吧已经播出六季了,第六季更是走出了国门,去到了各个国家录制节目,甚至还去到了联合国的大楼里。 随着第六季的结束,第七季人员是否还会有变动,成为了网友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毕竟六季有四季都有着人员的变动,这不得不为第七季的成员是否会有改动产生了怀疑。 从第六季结束开始,就一直都在,对下一季的录制时间,录制地点,录制嘉宾还有最重要的还是第七季的跑男团成员会不会变,毕竟从第一季的王老强到第二季的鲍贝尔以及第三季的陆寒,还有贝贝怀运的时候换成了的迪律热巴,已经变化了好多次了。 我们都知道在每一季的收官之战的时候往常都是跑男团的七人间的对决或者是每个成员和一个嘉宾一组的对决,然而第六季却是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收官之战,这次他们只请了一位嘉宾那就是魏大勋,并且第一次上跑男,还得了一个游秀员工的称号。 这不得不让网友们怀疑魏大勋可能会成为第七季的成员,再也只是猜测,之前有网友爆料说因为王祖兰的妻子要生宝宝了,所以下一季的跑男祖兰将不会参加要在家里照顾老婆和孩子。 但是最近据爆料第七季将于2019年开始录制,一定还是原班人马的七人,不过有可能还会加入一位流量小生,不过还没有具体确定,毕竟离着2019年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 现在一切还是未知数,现在的综艺节目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两个年轻的血液,虽然陆寒的流量一直很高,也是跑男传中年龄最小的但也是已经马上就要爆三的人了。 和现在的流量明星们一个比一个的年轻,陆寒和他们相比瞬间,有种自己老了的感觉。 对于这一爆料网友们也是在纷纷的猜测起了可能会有那个当红的流量明星,会加入到第七季的录制。 奥运出道的9%的呼声都是很高的,尤其是队长蔡徐坤和参加过两次的范澄澄,还有呼声很高的朱正廷。 最近新流星的王鹤蒂也是靠着他的川普,吸引了很多的粉丝,而且综艺感也是不差的。 至于第七季的成员大家也是很希望能够看到自己喜爱的偶像演员,也有很多人不是很希望自己的偶像参加。 比如最近正火的朱一龙和白宇,现在两人的人气也是高涨很多节目,肯定是希望两人能够上节目提高收视率。 但是作为演员粉丝们更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拍戏,不希望他们被消费。 对于第七季的嘉宾和成员,你有什么想法呢?